白宮新聞發言人普沙基6月28日表示 美國6月27日對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和敘利亞民兵組織發動空襲 旨在限制局勢升級的風險 普沙基表示白宮確實在空襲前通知了適當的國會議員 並與該地區的盟友保持聯繫 我們要繼續 AND會改变 成立吉日áo呢 官員員員在這區域 當然,我會說 只要在這個質問在這裡 我們認為 你沒有以後的拿明 提到 成立利業一個運行的 而是相當力支持 llevar 和實際學同體驟 其實在鏡頭電視 很重要的 我們在賞辯意 我們覺得 But we're moving forward and seeking the opportunity to move forward on negotiations to prevent Iran from acquiring a nuclear weapon is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at's how we will evaluate.